教宗方制國在梵蒂江會合禮堂,接見了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今次接見地點稍有不同,以往教宗都會在中佐大樓圖書館接見國家元首 這次會令正值日凡建交80周年之際,兩國在1942年建交 而日本是首國亞洲國家與教廷建立外交關係 日本首相向教宗寄送來自他家鄉廣島的陶瓷 而教宗也向他回贈一件象徵和平的青銅雕塑 據教廷的聲明指出,雙方提及俄乎戰士問題 並傳代無核武世界的共同眼望 教廷發言人表示,他們討論使用和擁有核武是不可思議的 這次會面回應了教宗在2019年到廣島和長期的訪問 當時教宗呼籲世界各國領袖同時使用核武 與貌崗在恢復身上各國領袖同時使用核武